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屈身于下水道之中 做着类似掏大粪一样的工作 那么淘金和下水道 这两者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说出来可能有点小心酸 这些淘金者每天虎视眈眈 拼了命也要守护的 正是加尔格达最著名的金匠区 为了收集到金气店 那些工匠在洗澡时 冲刷下来的黄金粉末 他们不惜在肮脏的下水道里 一整夜一整夜地挖掘污泥 这不一定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工作 但绝对是一份现实与理想 落差最大的产食 当三世代臭烘烘的原料 被运送到恒河边的加工厂 初级淘金者将7000卢笔装进摇包 他们的工作结束 随后在简陋的工棚之内 真正意义上的淘金工作开始了 印度人坚信 恒河水有着巨大的神力 它可以协助工人在过筛工序中 轻松地将黄金和泥土分离开来 但是这种落后的方法 只能收集到肉眼可见的黄金颗粒 如果想要提取出细微的黄金粉末 还是要靠冶炼 最终 当一粒粒24K的黄金产出 淘金者们喜笑颜开 恒河边 他们沐浴更衣 感谢母亲河 感谢神灵 似于黄金